主持豬云豪爆發 塔壁 他告訴豬云豪我可以投啊 鋼鐵人三線快攻 最後分給卡邁龍 單手冠籃 陳友偉又要記上一次助攻 看看能不能阻止豬云豪來爆發 塔壁 他告訴豬云豪我可以投啊 鋼鐵人三線快攻 最後分給卡邁龍 單手冠籃 陳友偉又要記上一次助攻 陳友偉 再一步 五頂急停 打滿三分 進了就是好球 再把球分出來 輪到宥偉來出手 密撞三分球 單場第三顆了 陳友偉 打滿三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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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這場比賽 達成了生涯五百次的助攻 那加上昨天的表現其實也蠻不錯的 彈一下完成五百次助攻 你的心得是什麼 呃 當然很開心啊 那也很謝謝隊友 就是幫我 就是讓我可以那麼快地達成五百次助攻這樣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紀錄 特別是球隊還是終止了近期的五連敗 這場勝利 面對近期非常難纏的工程師 贏球對你們的意義是什麼呢 呃 當然隊友們氣勢 就是影響蠻大的吧 因為畢竟我們 連敗 然後現在戰績可能也沒有到很好 所以這隊友不管是球員啊 還是球隊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氣勢的提升這樣 這隊友可以 有變化 艾夫國 轉底線啊 小籃得分 1 2 3 那也代表風神師的觀眾非常的熱心 這邊艾夫國再加兩分 好 得分出了還是很多啊 哇 比了一個出死球 對 看一下 秦克你會怎麼回應喔 對 上一次阿吉的一個2 small 這一次艾夫國 等一下看一下 這個轉身之後啊 找到了出手機會 加上這一個手勢 比的是滿低的喔 那也代表風神師的觀眾非常的熱心 這邊艾夫國再加兩分 好 面中力有掉下來了 哇 阿吉這個時候睡醒還不晚喔 這邊三分球加上去之後 夢想家取得領先 大表小表兩秒鐘的差距 哇 但是陳振傑沒有發現艾夫國在後面 這一球被成功的抄截 來看一下艾夫國的處理 跨進來給到藍底加克拉普京這個分數嗎